最近普京在白俄罗斯方向又搞出了一个大动作 之前10月10日的时候 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突然宣布 为了应对西部边境局势的恶化 他和普京将共同部署一支联合部队 一周之后的10月17日 白俄就宣布这是成了 目前第一批俄罗斯部队已经抵达白俄 包括9000名士兵 170辆坦克 200辆装甲车和100门大口径火炮 而且数量可能还在增加 在白俄的社交媒体上 白俄各地都出现了满载坦克和其他装备的火车 有些车队上面还直接露出了莫斯科军区的标记 这还不止根据乌克兰方面披露的消息 俄罗斯至少已经在白俄部署了4个弹道导弹系统 和12个S400导弹系统 还有一部分俄罗斯战斗机也正在往白俄飞 再加上白俄拿出的兵力和装备 一支颇具战力的俄白联军这不就成行了 我们知道俄罗斯兵员武器本就紧张 那这会儿为啥要挤出资源 组建一支新的联合部队呢 按照卢卡申科方面的说法 是因为乌克兰军方突然在白乌边境 集结了超过1.5万人的部队 同时设立阵地对白俄军队开展侦查 反正老卢说他已经接到警告 乌克兰军队正计划对白俄领土发动袭击 到在10月8日的时候 白俄就召见了乌克兰特使 还发了一份正式的外交召会 质问乌克兰为啥要计划袭击白俄领土 而根据乌克兰边防局的回应 现在白乌边境确实紧张 局势复杂 但总体还是可控的 可见老卢并不是无地放始 白乌边境确实是有情况在发生的 那问题就来了 乌军正集中力量在南面搞大反攻 兵力本来就不够用 这个当口为啥又突然要北上去挑衅白俄呢 老卢说了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 乌克兰当然没有必要 在这个时候开辟第二战线 但这并不是一个军事问题 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西方正在逼着乌克兰发动对白俄罗斯的战争 其目的就是要在冬季来临的时候 让欧洲的战事扩大化 这就说得通了 按照这个思路 也能解释为啥乌克兰要提前下手 几乎炸毁了俄白边境所有的桥梁 还在边境道路上不雷 因为美国要把白俄这个普京唯一盟友装进来 让欧洲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激化 但从军事的角度来说 乌克兰的军力又确实无法兼顾第二战线 所以要一边挑衅 一边防着俄白真的在北线发动突袭 而且貌似威胁还不止乌克兰一个方向 老卢认为俄乌开战后 尤其是俄罗斯发布军事动员令后 北约部队正与白俄接壤的波罗的海三国 波兰等国 大力改善军事基础设施 部署外国军事力量 增加以进攻行动为重点的训练 提升在白俄方向投入部队的能力 你说这是要干啥 反正按照老卢的看法 北约和一些欧洲国家 这是在公开考虑侵略白俄 其选项甚至包括和打击 更让老卢无法接受的是 西方还在暗中鼓励和支持白俄激进分子 去推翻老卢的政府 说起来老卢这个人和普京有点类似 也是在苏联解体后的动荡中上台 掌权国家20多年 树立了很高的个人威望 但因为白俄和乌克兰一样 正卡在俄罗斯西侧的门户要冲上 所以一直是西方颜色革命的重点招呼对象 乌克兰算是被颜色革命忽悠瘸了 而在老卢的执政生涯里 至少也经历过三波颜色革命 特别是2020年那波 如果不是普京出手 老卢现在还不知道是个什么下场 现在西方又用这些手段在背后搞老卢 老卢会是个什么反应 所以俄白为啥要搞出一支新联军 就是为了应对白俄陡然增加的外部威胁 你西方一边磨刀祸祸 一边搞阴谋颠覆 还不许老卢接纳俄军来自卫了 但这是老卢的说法 乌克兰方面不认 乌克兰方面回复的口径一如既往 这肯定是俄罗斯在背后挑事 在上周和G7的紧急会议上 泽连斯基就说了 因为普京试图将白俄拉入战争 别看老卢现在含泪控诉什么乌克兰的侵略 说的却有歧视似的 其实是鳄鱼的眼泪 就是在为后面俄白联军 可能的进攻放的烟雾弹 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 在俄军最近对乌克兰暴富性轰炸中 有一些攻击无人机就是从北方飞来的 你老卢还说自己不会武功 因此俄白蠢蠢欲动 乌克兰才是真正被威胁的一方 于是泽连斯基就开始顺势提要求了 西方得派观察员和威和部队 去白屋边境坐镇 帮乌军看着别让他们南下 西方什么立场 西方派出的人又是什么立场 俄白两国可能接受西方人往边境钉钉子吗 所以老卢马上否认了泽连斯基的提议 说你哪国派人来就相当于亲自下场参战了 真把我逼急了 白俄虽小 也是有能力部署50万训练有素的部队的 看这气魄 要知道俄乌开战后普京挤牙膏是一再增兵 一直到发布招募30万人的动员令之后 俄军的兵力也才勉强接近50万人 老卢一张嘴就是50万 恍惚间有印马来因和惠师巴里塔的气概 就问普京你羞不羞愧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不管是泽连斯基在美国受一下挑衅 还是普京再有一条事儿拉白俄入场 反正白乌边境的形势就是这样了 俄白联军已经完成初步部署 乌克兰也往边境调集了部分部队 两方在北线开始对峙上了 然后这个时候俄白联军还在境内抽空搞起了军演 这一幕就似曾相识了 上一次俄军跑到白俄境内搞联合军演 完事之后可是直接跨过白乌边界 冰封直指基辅的 这一次历史会不会重演 毕竟白俄和乌克兰有1000公里左右的边界线 只要俄白联军存在 乌克兰从利沃夫到切尔尼哥夫 甚至基辅的漫长防线都存在被突袭的可能 特别是基辅 从白俄边界到基辅的直线距离也就100公里 随时都可能濒临城下 而乌克兰的兵力铺在东面和南面的多条战线上 本来就捉襟见肘 真到那时拿什么来保卫北方 所以组建俄白联军这一招 表面看来确实是个高招 就像某些西方媒体说的 俄军正在布置南北夹击的前行攻势 从几个方向进攻基辅 给乌克兰挖坑 然而这只是理想状态下的说法 实际的可能性不说没有 只能说很小 一是从白俄方向很难打 白乌边境拥有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 沼泽湿地和原始森林系统 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 森林茂密 所以边界线虽然很长 但并不利于行军和后勤物资运输 而且可以通行的桥梁 基本都被乌军给提前炸了 不能炸的道路也被买了地雷 这种情况下 俄白联军搞大规模进军显然很不现实 二是白俄不想参战 老卢多鸡贼 早在宣布组建俄白联军的时候 就届时重申了白俄的定位 给俄罗斯打辅助提供一下后勤 医疗支持是可以的 但白俄不参战 也没有杀害任何人 言下之意 在这场战争里 白俄和俄罗斯的角色截然不同 顶多就是个场边跳啦啦操的 哪怕俄军已经进入白俄 老卢也一直在强调 联军是防御性的 其目标是防止冲突蔓延到白俄境内 防止波罗的海诸国趁机偷袭白俄 但他的国家绝不会卷入乌克兰冲突 其实老卢的态度也能理解 白俄不是俄罗斯 并没有参战的民意基础 贸然参战会带来很多风险 比如西方施加更加严厉的制裁 让本就陷入困境的白俄经济雪上加霜 比如白俄军队多年没打过仗 一旦在战场上受挫 很可能引发国内动荡 老卢毕竟不是普京 根本承受不住因此而来的冲击 白俄如果出现社会危机 无疑是给西方递刀子 对于普京也将是个大麻烦 所以西方媒体最近关于普京裹挟老卢 强拉白俄参战的宣传 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相比俄乌 白俄只是个小国 拉入冲突风险太大 普京为啥要毁掉自己的国境屏障 这么想下来 如果不是俄罗斯在挑白俄入局 那么是谁在有意将战火往白俄烧 谁在将欧洲的冲突扩大化 答案老卢已经说了 泽连斯基开辟第二战线 是被西方逼的 是有人想在这个冬季 让欧洲的冲突扩大化